谢谢 机器人又是眨眼又是露齿微笑 与展场上其他厂商看起来互动愉快 它的背后自然少不了AI人工智慧的影子 近几年正热门的AI 26号也在西班牙巴塞隆纳 世界行动通讯大会MWC抢尽风头 无论小米还是南韩三星 手机大厂不约而同力推 内建生成式AI的手机 主打透过AI产生图片之类的传统功能 但相较这些大厂将AI当作手机附加功能之一 德国电信却反其道而行 让AI成为手机中的主角 因为这支新概念手机中没有任何APP 就是要你把一切都交给AI包办 只要开口AI马上给你所有能定的 航班资讯从班机号码机种到价钱 全都显示在荧幕上 烦恼要送亲人什么礼物也能问AI 在电脑方面 中国科技大厂联想则推出新概念笔电 它有完全透明的荧幕 后面摆了什么一览无遗 而透过透明荧幕 能在画面上看见后方这盆向日葵的生物特性等资讯 还有一只蝴蝶翩翩飞舞 跨越虚实的视觉体验靠的也是笔电内建的AI 各大厂商大秀AI肌肉 科技巨拨Google也抓住机会宣布自家的AI 要回归了 AI模型 原本该是Google立抗竞争对手的王牌 但没想到它已上线 却因为生成人物图像意外翻车 不只教宗成了非裔 还有女性版本 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 到了Gemini笔下 竟然也摇身一变成了非裔人士 原来是Gemini生成图片时 无论合不合适都套用族群多元化原则而导致的错误 Google只能暂时将这项功能下架 厂商们各显神通的同时 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也和总理桑杰氏等政要亲自现身展场 同行的还有五国友邦巴拉圭的总统贝尼亚 第一天现场就灌溉云集 也让主办单位看好这届MWC的人气 我们期待有约95至100千万人 在4天上 所以我们非常感兴奋 还有30千万公司 在那些认识 AI热潮席卷全球 无论来自哪一国的厂商 都不希望自己在这场AI大战中 居于下风 华视新闻陈刚 吕翰威专题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